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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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色非常丰富和精准 仿佛可以感受到阳光在画面上的温度 的确是很有他自己的个人特色 我知道史密罗夫留在澳门只是短短一年 但已经留下了不少作品 今天由我和画家苏文乐先生 带大家一起走访 史密罗夫在澳门走过的足迹 现在我们来到六屋围 当年史密罗夫就曾经在这里生活 过着一些虽然贫苦 但相对安定的生活 史密罗夫来到澳门 这个相对和平的小城 但在战乱的时代 要谋生的确不容易 为了养活一家其口 他只能放下自己作为建筑师的角色 改为以画画为之生计 他还接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 例如担任圣罗伊斯中球的美术老师 一做过舞台不仅设计 还有就是被委托去画一些澳门的风景画 而且还为普恩杂志号角设计爆头 当时澳门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战火袭击 但物资都很短缺 包括他画画用的材料 大家看到他的作品都是小小的黄黄的 那是因为史密罗夫当时只能找到这些画纸 在那个艰难的时代 可以为澳门留下这么多的画作 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没错 他还在这一区画了很多不同的风景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 史密罗夫的工作室就在三八载街12号 专门承接建筑设计 装修 艺术相关的工作 而他的工作室附近就是修院和圣堂 自然成为他主要的描绘题材 由史密罗夫绘画的作品主题 可以知道他当时主要活跃于欧洲人的生活圈子中 他的作品处理教堂等历史建筑物为重点 一步是描绘了周边民居及街道环境 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城市面貌的变化 作品中午二会看到 由小贩 三轮车夫 挑战的人 翻船等 反映了当时澳门人的生活情况 嗯 史密罗夫当时受到委托 要绘画澳门的风景 当然少不了澳门的市中心 所以他留下了不少以澳门风景 和城市面貌为题的作品 特别是一些欧式的建筑物 他曾经为市政厅 及现在的市政术大楼绘画束缚水彩画 由他的画作可以明显看到 一是亭前地的变迁 是正手画廊在1985年启用后 亦有为他举办过个人画展 他在《众多刀门》作品之中 不得不提的就是这幅玫瑰堂 你会明显感受到 他用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去绘画 画内有不同的人物穿梭 小贩在教堂附近做生意 人力车停载附近等客人 很热闹也很生活化 再结合了玫瑰堂严肃又宁静的背景 添加微妙的光影变化作修饰 将当下的画面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 相信史密罗夫在画这幅作品时 非常享受当下的时刻 尽情投入 东方基金会会址 最初是富商比利拉的别墅 之后在1960年代成为贾美式博物院 到1989年又成为东方基金会会址 菲利普 那史密罗夫和这个地方又有什么渊源呢 当是澳普政府的经济局局长罗宝 向史密罗夫买了数十幅画 后来这批作品捐赠了给澳普政府 成为了贾美式博物院的重要馆藏 现在则转移到澳门艺术博物馆收藏 是澳门的重要文化资产 史密罗夫离开澳门之后 和他的家人去了香港定居 可惜他很快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他为澳门的历史风貌留下了记录 我们今天可以透过他的画作 感受当年澳门的迷人风光 嗯 谢谢菲利普 大家不妨跟着史密罗夫的足迹 走访他画过的街道和建筑物 感受一下他作品中的心情和风光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澳门历史 可以亲身体验漫步澳门皆知 认识澳门 或者像史密罗夫有画画的方式 发现澳门不同的面貌 或许兴趣旨 他为了解更多澳门的迷人 谢谢观看 贝斯坦